我想要來描述我這次禪修的過程與結果 希望能讓你知道這種禪修的方式 在這次禪修的過程我們是在新竹 時間一共是七天六個晚上 每天早上五點上課 我們所謂的上課在整天的過程到晚上九點半結束 期間包含老師的開示 我在以下話實際上是跟你任何一個人 不論你是哪一個宗教 你只要是人 你可能都會想要來嘗試 或者進一步深入了解這種禪法 所以我們在上課一整天的過程中呢 老師會在一大早 我們吃完早飯之後呢 來給我們上一個開示的課 約一個小時 然後其他的時間 在五點起床 我們大概都會來做靜坐的課程 就是安安靜靜的坐下來 然後用禪坐的方式 那禪坐有所謂的雙禪 單禪或是閃禪 其實我不懂其他什麼叫做雙禪跟單禪 我用我就是一般他們教我的方式閃禪來做 那至於說閃禪是什麼 我們再來說明 那用閃禪我們來靜坐 然後用一個小時的時間 在這一個小時的時間呢 希望你能很安靜的 用你眼睛閉下來 來慢慢的身體知識做對做好 用你的心 或者用你的思維 來不去想太多其他的事情 就你靜靜的做下來就對了 當然我們初學的人 你可能不會那麼快的做對 甚至做對之後 不會那麼快的不去想其他的事情 那甚至呢 你坐下來之後 因為我們的習慣 我們的血脈 我們的精神經 你剛開始坐下來 你還覺得舒服 但是時間一久 例如20分鐘 開始有感覺腳步的麻 甚至30分鐘 你還坐得下去嗎 你已經開始痛了 甚至35分鐘 你能衝破那一關嗎 你能讓你的麻 你的痛 成為不麻不痛 繼續坐往40分鐘 甚至45分鐘 甚至我們一整課的一個小時 這個是 我們初學者 所會面臨的過程 所會面臨的過程 那每一個人的資質不一 我想做對 老師會教你如何做對 做多久 做多久 一般人大概都20分鐘 你能多久 你能多定 你能不能掌握出方法 你能做多久 那是個人的資質 個人的資質 那要去體驗跟體會 你才能知道你做多久 那另外呢 我們除了做以外 我們就是來嘗試用 走路的方式 在這個走路的方式呢 我們希望能了解 我們是如何走路的 剛才在做的過程呢 我們是了解 我們是坐下去的 我們有感覺 我們的屁股下面 我們有感覺 我們是坐在一個地上 或者坐在一個墊子上 他們修行禪坐的時候 都有特殊的一個墊子 那這個墊子上面呢 可能再放一個小墊子 讓你身體的姿勢呢 很輕鬆 然後屁股可能坐一半 在那個小墊子上面 身體呢 微微的像一點點前傾 然後頭擺正 脊椎擺正 坐正 那你會了解 你感覺你坐正 那同樣的走路呢 那同樣的走路呢 也是一樣 當我們輕鬆的 幫我們兩倍放鬆 垂直下來 身體 用靠我們的兩隻腿 站立的時候 支撐整個身體跟頭部 那就是站 可是站的感覺是什麼 你要知道你是在站 而不是在剛才所謂的前面的坐 那站到底是什麼 你要自己去感覺 所以我們整個的課程 除了我們要去能坐下來 感覺我們的心 感覺我們的身體 同樣的我們在站 因為你行走的時候 你必須要先站起來 那站起來之後 你要了解那個站是什麼 甚至呢 你要了解你的左腳是什麼 你的左腳 是不是有兩隻中的其中一隻 那是靠你的所謂的左邊 左是一個概念性的東西 它反正就是在那一側 是一個左邊 就在那一側 然後在我的腳的下面呢 是有一個東西踏在地上 有那個接觸感 然後我的肌肉 我的皮膚 有一個重量 讓我的皮膚感覺 我的皮膚是壓在那個地上的 而這個是左腳的壓 左腳的觸 同樣在右腳的部分 右腳也有所謂的壓跟觸 當然就是右腳 所以你當你站立的時候 你要認知你是在站 你要認知你是在 有一個左腳在那立著 你要認知你是有個右腳在那立著 所以當你立好了之後呢 你知覺你清楚那個叫做站之後呢 你開始行走 行走 一般我們大家每天都在行走 可是你了解到底行走是什麼嗎 它裡面是什麼 你清楚嗎 我們會想說 當然行走就是用腳走啊 那我們剛才前面 稍微已經提了 腳是有左腳 右腳 所以我們的左腳會走 右腳會走 那到底左腳如何走的 右腳如何走的 那這兩個腳是如何搭配走的 你有感覺嗎 你平常你有注意到那麼細的細節 你知道你在怎麼走嗎 所以我們另外一個課程除了做以外 我們很重要的就是了解我們的走 而且一直在練習 一直在認識我們的走 那在這個課程中呢 我們可能剛開始可能不習慣 我們可能只認為 需要告訴你想辦法來認識 你是靠左腳走 你是靠右腳走 那左腳是怎麼去走的 那慢慢呢 你再會了解 原來任何一個腳走呢 是先要提放 右腳提放 左腳提放 那任何一個腳的提是什麼呢 你有感覺你的腳是在 那個壓力減輕之下 突然減輕少 而離開地面的那一剎那嗎 那那個知覺你感受到呢 那個是離嗎 那個是離嗎 是提嗎 所以呢 提腳你感受了嗎 當腳落下去的那一刻呢 你感受了腳有接觸一個東西 一個地面 而且有慢慢的輕微的壓力嗎 那個是踏 所以一個腳的走路 不管是左腳或右腳 它有提 它有踏 它有提 它有踏 或者踏我們也叫做處 都可以 看你怎麼解釋 反正都只是個名詞 但是在你的意念思維上 你要認知 那個叫做離開的時候 提開的時候 提開的時候 那叫做放下去的時候 那叫做接觸 踏下去的時候 一離一提一踏一觸 所以左腳行走 一提腳放腳提腳放腳 所以初期的階段 你就在練習 不要去管提跟放 你只只需要左腳動走 右腳動走 左腳動走 那下一個階段 慢慢慢慢 原來 左腳是要提的 放下的 右腳需要提的 放下的 當多次的練習之後呢 你再開始練習 原來任何一個 所謂的提 跟放中間呢 還有一個行 你的腳在沒有 在提過之後 放下之前 你是行在空中的 你的腳的皮膚 你的這個身體 是在空中跟空氣 不管是冷空氣 或者熱空氣有接觸的 你的感覺 你有感覺你在那裡 行在空中的步伐 那個行嗎 所以呢 第三個階段 你可以嘗試的腳是 提 行 放 右腳 提 行 放 那這些動作 不管是第一階段的 左腳 右腳 左腳 右腳 你都盡量輕鬆 不要像個機器人 那麼 那麼樣的去看著你的腳 你要聊 你只感覺 輕輕的感覺 那就是左腳動 右腳動 你的身體 你的心 還是輕鬆的 不要再攤住 在每一個細節上面 例如我說 左腳提 放 右腳 提 放 你會再專注這個提 在一刹那之後 你還在專注那個提 那放下去 接觸一刹那之後 你還在專注那個放 所以呢 提放 提完了就放掉了 我所謂的放掉就是 它提是一個概念的升起 提完之後呢 它這個概念就消失了 不要繼續執著在那個提的動作 同樣放下去的時候 放一刹那 在那接觸的一刻中 放就結束了 就不要再去想了 所以提放 或者提行放 那最後一個階段呢 如果你能 你能察覺 提 刑 放 你是否還很清楚 你的腳在走路的時候 最後那個階段 除了放下去以外 還有知覺的 你的腳的指頭 壓下去的時候 它的壓力 你的肌肉 沉重的感覺 沉重的感覺 你對於地面 是冷的 是熱的 是涼的 是涼的 你有感受的 你有感受的 所以 再細微的觀察下去 所以提 提 行 觸 提行 放 觸 提 行 放 觸 所以 我們有一個課程 很重要的就是 練習 走路 那在這兩個課程 一個是練習走路 它的基礎是 站立 認識站 認識身體的站 認識左腳 認識右腳 然後去行走 那在行走的過程 我們初步的認識 到最後的階段 提 行 若 觸 有四個階段 其實提 提的一剎那中 就生了提的概念 想法 也在同一個剎那裡面 也滅掉了提的概念 行 行 一開始 行的概念 升起來之後 在行走的過程 空中的過程 當它走完 要落下的 那一剎那的時候 行 的概念 也滅掉了 也沒了 同樣的 在落下去 想要落下去的 一剎那的 那個概念 也升起了 當接觸地點 一剎那的 碰在地面 一剎那的那個時間 落也結束了 觸呢 當我們的 地面的感覺 一接觸的時候呢 那個觸的意念 就升起了 當我們的腳 我們的指頭 我們的感受 壓下去 感受完畢之後 完全接受的時候 那一剎那 它的觸也結束了 所以它是包含了 四個的 生跟滅 那在我們 做的時候呢 我目前的 想法 或許是錯的 那我也說出來 你們參考 做的時候呢 當你做之做好 你心裡想的是 我們身體 某一個部位的感受 那我們在上課的過程 都會以我們 丹田附近的腹部 所謂丹田呢 就是在我們 肚臍下方 好 約 差不多 七八公分 或者幾公分 我不知道 就在我們的肚臍下面 的一個位置 那這個空間 比較大 比較敏感 因為 我們在我們的呼吸的 吸入 吸出的 過程之中呢 我們會帶動 我們的空氣 我們帶動的 這些空氣的流動 那這些空氣的流動呢 進到我們的 身體裡面去的時候 會在我們的身體裡面 流竄 它是一種氣 如同我們身體中的 血液一樣 它會在身體 我們的身體裡面 到處 隨著我們的血管 我們的微血管流動著 那我們所呼進去的氣呢 有可能 呼進去的氣 會不會到達到丹田 或是身體裡面 本身就有一個氣 那身體裡面 本身這個氣呢 在我們身體裡面 到處運行 那在我們丹田之處呢 我們可能會感受 比較明顯 那至於說 身體的氣 在其他的地方 如何運行 我們可能是一般人 我們並不了解 但是在丹田的地方 那種氣 那種身體的微微的起伏 上下 我們比較可以察覺 所以 在做的時候 我們會想要 用我們的意念 我們的想法 去瞭解 我們肚悟的起伏 或者感受 那種在肚中丹田之氣呢 那個氣在肚中 如何調整上下 如何再支配我們身體的感受 那個是很重要的 因為 坐下去 就是要去察覺那個感受 那個腹部的運動 也就是他 跟我們前面所講的 在走路的時候 我們有察覺 原來走路 是包含用左腳 和右腳走路 那左腳走路的時候 有任何一個腳走路的時候 都有四個細微動作 或者有更多的細微動作 我目前不去講太複雜 我們只講最多四個動作 提 行 放 觸 那在我們肚子的可能 的動作裡面 或許就只有 上 下 上 下 或者呢 我們 我們的感受 會是一種氣的感覺 它是一個慢慢 脏 說 脏 甚至這個脏的過程 是一個 熱慢慢升起的一個脏 或者肚子餓的脏 它讓你感受你的肚子在那個地方 丹田在那個地方有一種上的感覺 一種上的感覺 然後下 然後呢 有一種收縮的感覺 收縮的感覺 那個感受 你要自己去抓 別人絕對不會告訴你很清楚 那個感覺是什麼 那個感覺是非常細微的 在你運用呼吸的過程 我們都會用大口的呼吸開始的時候 大口的吸 大口的呼 那那個動作是太粗糙了 我們的呼吸 我們平常在呼吸的時候 我們根本不知道我們在呼吸 那在那個輕微的呼吸過程之中呢 你會慢慢的察覺 我們腹部的這種微微的運動 那當你覺知這個微微的運動 就如同覺知我們在行走的時候 有四個動作一樣 那那個微微坐下的感覺 你要抓得住 那個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非常重要的一步 因為覺知了肚部的運動 你才能進行下面繼續的修行 禪修 因為我們在課程裡面呢 雖然是以這兩個部分一直做實習 可是你知道我們為什麼要做下去 然後去感受腹部的上下 我們為什麼要去行走 感受腳部的提醒落處 因為我們用我們的 那是感受我們身體的一部分 用我們的意念 我們的意識去感受它 那我們的意念意識 除了感受它因為還以外呢 我們的意念有沒有執著在當下 沉浸在當下 你腦袋中不論是做是行 你有沒有想東想西 我們要練習的就是要 不要想東想西 你在走路的時候 你很清楚 你很關照的 你很看得清楚的 你的走的步伐 是一個左腳一個右腳 每一個腳走的時候 都有四個動作 你很清楚的看著它們 沒有想東想西 不要再行走的過程 你雖然看到了你的腳 心中看到那個腳是這個樣行 可是你突然你的腦袋會想說 我哪一個事情還沒做 我討厭哪一個人 我想吃哪一個東西 我想做什麼事情 你的意念騙了 我們要訓練的就是 不管在你做的時候 你在走的時候 你的意念都是很安定的 我們叫做正念 所謂正念呢 不是要你想的 什麼這樣呆呆摳摳 什麼都不想 但是呢 要你想的就是你 認識當下 你認清楚當下在做什麼事情 你要把當下的事情做好 縱然你在 因為我們是一般的人 我們不可能這個思念 那麼執著 除非我們是聖人 我們達到很高的階段 那我們都會有雜念 但是你作為一個專心做事的人 你在持正念的時候 你是否在有偏差思想的時候 想到某個事情的時候 您能察覺我去想 我開始想它了 然後想它的時候 我立刻了解 想的那個事情是 大概是什麼事 是好事 壞事 是貪心 是貪 是討厭 是任何一種感受 然後趕快把你那個心給拉回來 我是在走路 我不要去想它 我不要去被我其他的思維感擾到 我再走路 我再做 所以我好好做好我當下的事情 那那個編出的是意念 你能不能很快在那0.00幾秒 想到的時候 立刻拉回來 不要去執著地繼續去想它 你能不能把那件事情放掉 這個就是我們在静坐跟行走時候 要練習的 那在這個課程禪修的過程中 這些觀念 我們一直一直執著著 然後一直在這練習著 那到底認識了我們坐下 跟認識了我們的走路之後 有什麼樣的用途呢 其實我們是要講生活的 我們人是要生活的 我們在我們人的生活過程中 其實我們都在做很多的事情 我們用我們的身體在做很多的事情 例如我們早上起床一剎那 我們用我們的身體的知覺 起床眼睛張開 感受外面感受冷度 溫度穿衣著衣 我們在吃飯的時候 我們用我們的行動 我們用的感覺 我們肚子餓了 我們想吃了 我們進到餐廳了 我們去到餐廳裡面呢 然後拿我們的碗盤筷子 我們用我們的碗盤筷子 然後到我們的菜堆前面 用我們的感覺去感受 我們的喜歡哪個菜 然後用我們的手的感覺 去提拿起夾子 或拿起東西、勺子 然後去瓦我們的那個喜歡的菜 然後將喜歡的菜呢 用一個很穩定的方式 放入到我們的碗中、殘盤中 這就是生活 那你在 就算你坐下的那一剎那 你如何做的 你做定了之後 你如何來吃米 準備瓦入或夾到的每一個食物 放入口中 在口中 你如何覺知 感受你的食物的甜美 或者它的主角的力道 這個都是我們在生活裡面 隨時碰到的 那可是我們平常都忽略掉 這麼多的細節 所以生活禪 當你戀之、認知了我們的做 我們的讚、我們的行 那你慢慢就會開始應用在你的生活裡面 你的生活中吃飯是什麼 如果做對吃飯的事情 這個是我們要練習的 那除了吃飯 我們要做事情 同樣的 在做事情 我們要做這件事情 我們要開車 我們要做事業 我們要煮一頓飯 我們要去為客人服務 做一件事情 那這一件事情裡面 你的身體是如何做的 你用哪一些感覺去做完那些事情 這些事情 每一個步驟是什麼 那這些步驟 你能不能很精準的認識 你在做當下的那個事情 如果你能察覺 你要做的細節的事情 而且在每一個過程的過程之中 你都能精準掌握住的話 你的瓢根 你的筷子 會落在地上嗎 你夾的菜 會突然落下去嗎 你會察覺 你要吃的菜 你不要吃的菜 會在你的盤中嗎 所以 任何一個細節的動作 對於未來個人的生活 是有很大的幫助的 那這些上課的方式呢 我們 在這份說明裡面 第一次提到 這個禪修的方式 叫做 試念處的心法 試念處的心法 至於說試念處是什麼 你想要進一步的了解 我們就說明 但是我目前不想 來解釋這個部分 我只想幫我 將我 上課的感 初步的感 感覺 告訴你 告訴你 那 至於說 在做的過程 是我這個初學者 我們可能會遭遇到最大的困難點 因為我們當我們在 我們是一個初學者 在課程中呢 有很多的人已經學習了很多年 甚至十幾年 甚至數十年 他們所謂的做的功夫 禪令的功夫 是很棒的 一下做下去呢 然後用雙盤 用單盤 甚至不管哪一種盤 一做就好幾個小時 一個老和尚做好幾個小時 就像個定 定住了 然後都坐在那裡 然後不像我們凡人 坐個二十分鐘 就受不了了 腳會痛 所以呢 我們這種剛開始學的 最困擾不是走路 走路像每天都會走 那反正你要我走我就走啊 那但是你叫我做呢 做個二十分鐘還可以 做二十五分鐘還可以 做三十分鐘有點難了 做三十五分鐘哇 超級麻的 做四十分鐘 根本不可能痛死了 所以呢 我們這些初學者 我們都會被自己打敗 自己打敗 所以在我們練習的過程中呢 我們都會去 提升我們的忍耐度 希望我們的忍耐度呢 從二十分鐘 二十五分鐘 三十分鐘 三十五分鐘 好 然後如果 在這個過程中呢 你要能提升你的忍耐度 讓你的忍耐度呢 你的精進力能提高很多 那 但是呢 我們畢竟是有限 如果我們不靠我們的心 來解決這個疼痛麻的感覺的話 我們可能做不了一個小時 因為我們每一堂課的時間是一個小時 所以我們會在這個做的時間做一個練習 就是剛剛所講的 定住了解我們腹部這個上下上下的運動 讓我們的心呢 不要亂想 要有正念 然後呢 想到我們 跟著我們的腹部運動 執著在當下 那執著在當下呢 希望你能 能 察覺到我們腹部的上跟下 同時 當我們腳步的麻跟疼痛發生的時候呢 我也能去察覺到那個疼痛的 力量或者大小 或者疼痛的感受 你能察覺到它 但是 因為你已經離開那個正念 你的正念是在你的腹部的上下裡面 但是 因為你的疼痛是一個歪念 是有所謂的 一個雜念 它讓你的念頭離開了腹部的上下 那那個雜念呢 你了解它了之後 你能不能如同剛才在行走的過程 提的過程 提就是開始 提的一刹那 當它要行的時候就結束了 你能不能在這個做的過程 去了知那個痛是開始了 但是呢 你也能忍耐有那個力量呢 去精盡力把你的力量 所以拉回到腹部的繼續上下 讓那個疼痛 立刻的感受又結束了 所以 疼痛的那個感受 你能控制 你能拉回來 你不要繼續感受 那我們一般人的定力呢 不夠的時候 往往就會繼續偏離 甚至一直偏離下去 偏離繼續下去之後 就離開了正道 離開了正念 那離開了正念之後呢 你就做不下去了 所以我們都在做這個練習 希望你能了解我們的疼痛 讓它這個疼痛了失之後呢 了解之後 也能了解它的滅掉了 趕快不痛 趕快回來繼續腹部上下 那 當我們的力量很可能在過去 能做個25分鐘 藉由這種方式 能做到30分鐘 但是我們的修行的年之前 我們可能撐不了35分鐘 因為我們拉不回來了 我們會被我們那個疼痛的感覺 一直拉開拉開 最後呢 撐不到36分鐘 我們人 就卸掉了 那卸掉之後呢 我們就會把我們的腳的姿勢 離開 腳的姿勢離開 初學者可能就到此為止 但是呢 如果我們像後來 後來 如果你的方式進行正確的時候呢 你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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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續的 俗軸在你的腹部的上下 可是呢 你可以 慢慢的去調節你的身體的疼痛 然後讓你的時間 拉到35分鐘 然後回到繼續的腹部上下 那 實在受不了的時候呢 你在你的正念之下 你微微的了解 你可能 你在移動你的腳了 你的腳 你把你的腳 知道你要想移動那個腳 然後不要去 那個時候 你已經知道你要移動你的腳 你的疼痛 你可能會暫時忘掉一下 你會知道你要去摸你的腳 把你的腳前左右 或者前後對調一下 對調一下 然後繼續回到你的正念的坐姿 調整坐姿做好 然後呢 讓你的腹部的感覺再次出來 再次出來 那繼續你的正念 所以這樣子之後呢 你的腳部的疼痛 就會適應 就會脫離 因為我們換個姿勢呢 那個血液疆麻的感覺 就減弱很多很多 那於是我們就會繼續坐下 繼續正念坐下 那在這個過程之中呢 時間就比較快了 因為35分鐘到一個小時 第60分鐘 這樣25分鐘左右 那那個時間又不疼痛了 那你又能知覺你的上下的腹部 然後呢 在可能第50分鐘 55分鐘左右 你又開始察覺你的腳的疼痛了 可是我們要繼續練習 疼痛的概念 趕快要拉回來 然後我們繼續 我們坐的感覺 完滿結束一個小時的坐 這個就是我的感受 那除了這個感受以外 你會認為走路真的容易嗎 走路真的容易嗎 走路會比我們的坐下來容易嗎 因為剛才講坐 坐很痛苦的 在一個小時裡面 走一個小時跟坐一個小時 我剛細部分解了 我坐20分鐘 25分鐘 30分鐘 然後甚至35分鐘 然後想讓我換腳 那是一個很漫長的過程 因為它會痛 它會麻 我的思維是用秒算的 是秒算的 當我意念分開的時候 我已經不是用秒算的 我是用0.1秒算的 它一直在衝擊我的思維 可是走呢 走 我剛雖然講說 走有提 行 放 錯 可是畢竟呢 它沒有痛啊 沒有痛啊 所以你認為 走路輕鬆 對不對 錯 走路的 走路的這種禪修 是比坐下的更難 為什麼 因為走路的過程裡面呢 你是要用眼睛 雖然45度 慢慢往下 然後兩公尺前的地面 專注在某一點 我的方式是專注地板上的一條線 然後我每走的時候我就專注地上那個線 盡量讓我的思維 不要有雜念 這是我的訣竅 一個方法 可是畢竟 我是凡人 我在走路的過程裡面呢 我雖然有提 提 行 放 觸 四個過程 可是我的思維 雖然專注 可是我偶爾會有雜念產生 這個就是 行的時候最困難的地方 因為你在 雖然眼睛是45度 可是你在45度 約略的一個角度裡面 你可能會看到有人 有物體 那那個人跟物體會影響你的思維 就被吸引過去了 在你行的過程之中呢 你可能會被聲音 外面就是汽車喇叭聲 或者一個門聲 你會被它吸引過去 你有辦法定下心 沒去想那些事嗎 太難了 但是這些還算小 因為那些事情或許門聲 是一剎那的 或者你一下就警覺 你立刻要回歸 你走路的那條線 可是當你心中有煩躁思想的時候呢 你可能行走的過程 你可能去想那件事情 你可能根本不能察覺 你已經想了好幾個0.001秒了 你已經忘卻你那個提醒 放觸的每一個感受了 你忽略了其中的0.0幾秒 你心中的思維去想某一件事情 而你想那件事情 你根本不知你在想 你忘了你在想 而你忘卻你正確應該行的過程 行的過程 所以走路的練習 是更重要的 因為它包含了 我說論的四個生滅 腹部是只有上 下 上 或許呢 你如果很厲害的 你會認為上是一個生滅 下一個生滅 對我而言 我認為就只有一個生滅 一個上就如同生 下就如同滅 你照最後的滅到 照下來最後那一剎那呢 就是滅的結束 一個生 一個滅 只是它時間稍微拉的長一點 一個生一個滅 好 好 那我想 我對這一次上課內容的介紹呢 都先概念上的 這樣的說明 我不曉得我會不會用文字的方式寫出來 我想 目前先有這個錄音的方式來做說明 當然 這一次上課的時間 每一天早上五點 當然你四點多就要起來 然後晚上九點多休息 然後其中的過程是敬語的 那當然我們自律性是有 可是我們男生 男居士們呢 我們偶爾回到房裡 我們會檢討的 當然這個是有唯這個 修院的規定 但是我們 放鬆嘛 放鬆了 放鬆了 那說了一些我們討論的事情 那早上這麼早起來 晚上這樣睡 那中間的過程是在過五不時 這也是我們有做一個過五不時的動作 那很奇妙的這個過五不時 就是早上 在五點 第一堂課結束 因為我們的五點第一堂課 是五點開始到六點 然後六點呢 來吃早哉 早哉之後呢 到七點鐘 到七點鐘到七點半呢 去打掃環境 之後呢 七點半到八點到打掃環境 然後我們就開始第一堂課 第二堂課 這樣一直下去 然後到了約六十點多的時候呢 我們就吃早 吃我們的第二餐 吃完這第二餐之後呢 我們就一直沒有進食 一直沒有進食 所以很奇妙的這個時間 雖然是這樣的方式 會頭次接觸這個過五不時的禪修方式 我完全沒有餓的感覺 而且這次上完課之後呢 我覺得我的身體 尤其我的眼睛 我的眼睛是 本來就很不可以的 我的眼睛 年輕的時候視力是非常標準1.0 那目前呢 也不需要戴眼鏡 老花眼 那0.8左右有點閃光 那我好像覺得 我這一次的眼睛的眼力又明亮 可能又恢復到1.0了 我不曉得 但是不論如何 心裡感受喜悅 心裡感受喜悅 謝謝 永修金社給我這個場地跟機會 謝謝我們的禪師 上傳下人禪師 他是來自於新加坡 非常年輕 非常實想 教導非常正確的一個禪師 那今年會在這個地方 我人生中第一次的禪秀過程 向他學習 我也期待 明年他還會再來台灣 我有機會在明年再一次的 學習這個試練術的禪修方式 從今日到明年 希望這一年的過程中 我練習此禪修的方式 能更加精進 謝謝